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复古河 都是降温好方法 第六色 饮水 工友如果是完全清醒状态 可以给清凉饮用水或电解质饮料 要持续注意中暑工友对降温的反应 若然出现震战 应立即停止并遮盖工友帮他保暖 做齐绿色 为工友降温直视情况好转或救会员到达 但是 如果工友不完全清醒 就要检查及确保工友的气度畅通 维持呼吸和血液循环 并用上急救绿色的头五色处理手法 尽快为中暑的工友降温 但是要注意 第六色 物级与饮料 如果工友不完全清醒 就千万不要提供饮料给他 当工友不完全清醒 除了尽快为中暑的工友降温 亦要密切注意工友是否出现恶化 如果工友不省人事 应将他置于复原饿色 并继续检查他的呼吸和脈搏 和为他降温直至救护员到达 如果工友心跳停顿 应尽快施行心肺复甦法 和尽快送丸 跟大师学识中暑急救绿色 即时作出适当处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